回来医疗人力的不足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 上个月底流传了一张照片 是一个护士一边打点滴一边上班的心酸照片 我很遗憾的是 这名护士因为癌症病情恶化 在这个礼拜二不治 得年只有24岁 年轻护士趴在桌上吊着点滴发高烧 还是硬撑上班 这是上个月25号高雄某家医院的护士 抱病上班被人拍下的照片 没多久之后被人po上网路 立刻引发讨论 有人批评医院太不尽人情 要让他们有特价 要让他们的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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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病上班令民众心疼 而这个月17号竟然又传出 这位装性护士因为癌症病情恶化 已经不幸去世 年纪只有24岁 你今天突然生病了 但是你已经来了 但是你也不能说我要回家 阿长我要回家了 不行 你可能就是打点滴 或者是说打个针继续上班 除非你车祸 医院方面表示 张姓护士上个月25号上班发烧 回家休息三天之后 28号恢复上班 结果30号癌症转移肺部 住院的时候还曾经写下 想要喝珍珠奶茶的心愿 但这个心愿现在再也无法完成 好友控诉医院 医院人手不足 不让张姓护士请假 但院方否认 救人救命的白衣天使 自己也敌不过病魔这一关 也凸显护士荒导致经常一人当两人用 白衣天使超时工作的问题 已经越来越严重 中天新闻刘云璇高雄报道